他要我們設計就是程式背景音樂 就當音樂可在應用程式執行的階段重複播放 重複播放特別注意要重複 這邊的話Loop要等於True就對了 Loop停要能夠反覆播放 然後當我怎麼樣呢 按一下Back鍵 Back鍵的話就是在那個Android手機都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箭頭 Back就是跳離的意思 那跳離之後的話失去焦點就停止播放 那等到再回到我們的執行的時候 他又繼續播放 所以他其實只是考你懂 會不會用那個操作Media Player的部分 那這邊有幾個地方要針對他要的部分去做設計 這邊已經有設計好了 所以MAN底下不需要做任何設定 所以MAN不用管他 再來的部分的話 Stream裡面有設計好的文字 可是這一題沒有文字 所以這一行我覺得他好像是 根本就 這個可以刪掉了 那Color Color好像也沒有 沒有要設定Color 所以這兩行根本就是多餘的 這一行也是多餘的 那這邊的話這個 只有這一行 他告訴我們resource裡面有個音樂檔 我們要來把這個音樂檔拿來用 把他拿來用 把他拿來用 那這邊的話參考播放的音樂 這個結果的話呢 類似像這樣子 我們來 其實這一題太簡單了 根本就 那總共就是一個十分 如果你程式呢 可以播放的話呢 就十分了 可以重複播放呢 就十分了 在背景執行的時候呢 就停止就十分了 所以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一題基本上 有點像送分題 送分題 那怎麼樣去做這一題的設計 第一個的話呢 一樣喔 我們就切換到那個 切換到Eclipse裡面 那前面的步驟我都不做了 就是說也是一樣建立一個 新的專案 那特別注意你在建立下個專案的時候呢 一定要把前一題備份出來 然後呢 把前一題的專案給殺掉 再去建立 否則的話呢 他會有重複專案的問題 因為檔名都一樣 專案名證明都一樣 會重複 而且他 產生一個新的專案的時候呢 他會把前一題 把前一題的這個專案 刪掉嘛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從 你的CDE NS.CS裡面把它搬出來 再來做 這個 這個建立專案的動作 那建立完畢之後 你會發現呢 開起來之後呢 裡面呢 沒有任何的東西 反正就擺了 也不需要做任何動作 他只要我們做什麼呢 做的動作就是說呢 第一個 我要能夠播放 那主要就是直接到哪裡呢 所以沒有介面分數 沒有介面分數 介面不用就做 所以這個Layout部分 不需要就做 那你需要知道就是說呢 以往的